巴黎挖子維海灘 因為軍演頻慢煙銷味 漢光演習 反登陸作戰首都預演 由陸軍官職部結合後備 在檀安迎擊 扮演敵軍的陸戰隊 超過10輛AV怪兩棲突擊車 強勢踏上淡水河左岸 釋放厭惡之後 頭戴紅盔的敵軍靠著掩護 開始往前推進 各型火炮先後開火 戰甲車帶著守軍的步兵 逐步前推 搭配後備動員 事先架好了阻絕設施 試圖縮線敵軍登陸空間 不讓戰線擴張 進而延伸到不遠處的台北港 演習視同作戰 戰壕裡部隊嚴正以待 因為一旦失守 防線幾乎等同潰堤 沙灘的情況允許 就是像昨天那種狀況的話 那它其實就可以作為兩個營的登陸正面 也就是說在這個地段它是勉強 共軍是可以進行旅集的正規登陸 從淡水河口以南 一直到足為林口這一帶的沙灘 如果中共能夠順利控制的話 第一個它就有一個夠長的海岸線 來構成所謂的登陸基地 讓後續的部隊跟增援的物資 可以快速的上岸 今年上半年 國軍逐一驗證 北台灣紅色沙灘登陸可能性 如今看來巴黎灘案 至少足以解放軍以淫為單位下放兵力 而這還只考量了傳統登陸 巴黎反登陸作戰 由海軍陸戰隊的AV管 扮演解放軍的兩棲裝部戰車 不過登陸的手段 隨著載具的進步變得越來越多元 而國軍要提防的 也包括準備進入量產的陸制 引游汽電船 中共軍媒持續宣傳造舰能力 其中也包括國產汽電登陸艇 目前雖然僅有兩艘 但官方誇口只需要五艘 就能將四個合成營 在24小時之內完成渡海 而且克服地藏的能力 台灣目前礙於沒有相對應的裝備 也無法實際驗證反制 因為氣電船 它可以讓傳統登陸艇 或者一般兩棲戰車 比較沒有辦法登陸的地方 都變成具有登陸的可能性 換句話說 它會讓我們台灣的海岸 可登地點變多 所謂雙層多艘或者是立體突擊 本來就是解放軍一直在發展的方向 那這幾年來說 他們的確是在往那個 所謂航空突擊直升機機將的方面 這樣去發展的趨勢 同色沙漢是他指的是 他適合進行登陸行動 那事實上其他地方 其實就不是那麼容易 能夠讓他們用傳統的登陸手段 去投射兵力 而今年操演北淘多個地點 都實際驗證直升機機將 原因是數量越來越多的 除了洞怪物兩棲突擊艦 還有空中突擊旅 尤其是第一線對台部隊 16年軍改以後 那他在陸軍他成立了兩個空中突擊旅 也就在75集團軍跟83集團軍 那另外在空降兵軍 他也成立了一個空中突擊旅 其實機將其實他是主流 那因為傳統空降 他有空域 他有空降場的限制 那機將他沒有 機將他只要有空優 有介護兵力 他只要找到一塊適合的地方 他就可以實時來機將 中共官方不斷大外宣的三期登陸能力 就擺在眼前 危機距離台灣到底有多近 很多兵凶站尾的氣氛 是人為操作出來的一個風向 實際並沒有 實際上是並沒有 國安局長蔡明彥 日前一番話飽受批評 原因是只帶了風向卻不預警 其實學界普遍認為 中共發動武統的前提 是兵力投送能力充足 還有海空軍的反介入能力 已經夠成熟 專家更解析 缺的不是兵力 而是爭端理由 其實中共的攻台 當然基本上不會是說 我要準備好了才打你 那是不太可能的 他只能同時準備 隨時都可以保持 都可以出來 當然很重要 是不是我們踩到他的紅線 他不得不 就算他沒有準備好 他也必須要 採取相關的作為 台海空間有限 真實的戰爭也不像遊戲 把兵囤好 囤滿 等著大會戰 在解放軍攻台 最遭狀況來臨之前 國軍只能盡全力 做好應對準備 TVBS新聞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報告 報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